inosus 宇宙的中心 耶稣 世界的中心 耶稣 万物都本于你 属于你 归于你 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渴望看见 你的彰弦 呼求你来翻转 震动着土地 复兴我们 世界的热气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 同心高举 你世界的秘密 呼求天窗打开 春雨不停息 我们呼喊 欢迎君王降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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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啊 啊 当我们祝福 上帝就从天降下雨水 如今我们要更多的来祷告 求主来指出我们身在台湾 目前所遇到严重的疫情 我们更要求主来保护我们的家人 我们不只是为家人祷告 更为我们的国家跟城市来祝福 复兴祷告小组 就是能够去可慕神同在 经历神同在的祷告小组 因为祂经历神同在 所以所谓的神的国降临 就是神掌权神做王 我们做祂的百姓 我们就真实经历 祂同在的这样子的美好 我们就真实经历耶稣基督 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 使混乱变成有秩序 我要奉主的名祝福你们 在今天的线上的祷告小组 我们的花一点时间亲近神 上帝要按照我们祷告的 给我们成就 愿主的恩高大能 充满在我们所有线上小组 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愿主祢再次赐福 在我们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在祢的面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 十诺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将灵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当我们渴慕神 寻求神的时候 祂不会不回应我们的祷告 但乃是喜欢与我们同在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求上帝的恩高 求恩赐的时候 我很想要问说 我们求恩高求恩赐的时候 我们求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用恩高跟恩赐 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拥有恩高跟恩赐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更害怕的事情是 有人不求 甚至是不了解 神在你生命当中有美好的旨意 因此成为一个基督徒 好像行尸走漏一样 我能够去聚会 我就去聚会 我不能够 我就开开心心留在家里 我能够不要祷告 就尽量不要祷告 我能够不开口就不要开口 我能够不要服侍就不要服侍 我能够不要聚会就不要聚会 一个隔离两样情 有人重新在隔离的时候 重新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有人却在隔离的时候 不断的堕落与神的关系越来越远 因此我们需要圣灵的恩高 重新帮助我们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祂说圣灵降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得着什么能力 能够从耶路到杀人 直到地基为主做见证的能力 就是要述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使我的生命混乱 所以我常常喜欢讲这个举例 在《双世纪》一章的时候 冤灭黑暗 这个冤灭在西伯来文里面 叫做阿布什跟提阿玛 他们是远古近东的两个大神 他们是水神 这个冤灭就是带来混乱的 水跟这个陆地混在一起 光跟黑暗交杂在一起 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 祂就把水跟空气分开来 把日跟夜分开来 让混乱混在一起的东西 重新井然有序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当神的灵再次出现的时候 出现在出埃及记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前面遇到红海 这时候出来一阵东风 这个东风应该叫做圣灵 创造的灵与拯救的灵是同一位 我们可能在创世纪看到说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可是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东风 但它原文全部都讲一样 就是圣灵 创造的灵与拯救的灵是同一个 它要帮助我们的生命 重新恢复井然有序的生活 而不是一场混乱 它要把红海分开 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一切 被奴隶的生活 所以我们能够自由奔放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就是帮助我们 重新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我们需要被带倒是因为 我们常常会软弱 复兴祷告小组 就是帮助我们 重新与神与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昨天说过 你有很不顺 做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 我经历过 当我们做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 有个警讯出现 就是代表我们离两个东西很远 第一个我们离上帝很远 第二个我们离弟兄姐妹很远 你沉溺在你自己的手机 沉溺在自己的嗜好 沉溺在你自己的这样子的隔离生活当中 但是没有办法让你变得更好 因为你每天你在家 你的心思念被一些杂物给 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 使你的生命充满了混乱 我常常在基督徒 在你生命当中 你的基督在你生命当中 在你生命当中百分之几 人的身体里面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水 没有水我们没有办法生活 没有办法活着 但是在你生命当中 你多少有占百分之几是耶稣基督 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几成在你生命当中 有些弟兄姐妹生命很可惜 就是他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他们依然活在混乱当中 他们依然活在做错误的决定当中 我也曾经分享过这样的见证 我与死刑犯插身而过 他是我的同事 我曾经带他去教会聚会过 但他仍然出现大错 他杀了人 我问他 我去监狱探访他的时候 面会的时候我就问他 究竟信仰我带你去教会 有没有一丝对你有一些改变 他说我很挣扎 我一方面觉得台上牧师讲得很好 我一方面在筹划怎么杀人 我一方面觉得牧师讲得很好 我一方面筹划我如何犯罪 最后我没有办法胜过 我心里面的那样子的犯罪 我常常觉得很可惜 他们与恩典交错而过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不是与恩典交错而过的人 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就要帮助我们能够活出 井南有序的生命 让我们不只是井南有序而已 更且能够让你我们的生命当中 从混乱变成井南有序 从低迷变成蒙福的生命 他心里蒙福就是要让你能够 向外邦人做见证 好让外邦人看到你生命当中有光 他们能够渴慕与你同行 告诉我你为什么如此蒙福 我曾经做送汽车材料 骑摩托车送汽车材料 我大概做了四五年的时间 我每天在摩托车上的时间非常的长 每天几乎上班八个小时 有时候加班再四个小时 要上班12个小时 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同事 在那段时间是汽车材料 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 我每天都有收不完的汽车材料 但是大家所有共同的经验就是 你那么长的时间在车上 一定会出车祸 但是我没有 我老板问我说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说我每次出发我都会祷告 我除了小心骑车以外 我还是会祷告 所以神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恩高 就是我不只平安 并且能够在外邦人面前 能够做见证 我的神与众不同 我的神带领我平安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圣灵充满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向外邦人做见证 你的生命会与众不同 你的生命就是能够 向外邦人做见证 所以我要鼓励你 如果你在领受了圣灵的恩高 你有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就操练方言祷告 如果你学习祷告的时候 你就可以操练你开口祷告 你可以参与在我们的心上祷告 甚至在我们的礼拜三的祷告会 或者是你自己的RPG小组当中 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任何的复兴都跟祷告有关 越艰难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圣灵 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面对生命当中的困难 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 祂对门徒说了这些话 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这见证不是只有用嘴巴说而已 他们要出去 使徒们要出去是非常的危险 尸体反被石头打 保罗被囚禁 彼得被关 他们经历贫穷死亡 痛苦跟挣扎 但是圣灵加天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不会停止他们的脚步 他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充满力量 所以我常常讲的是 使徒到的地方去不会安安静静来 安安静静走 你看使徒行转 使徒行走到的地方不是大复兴 就是大暴动 他不会安安静静 他事实 他势必是会带来改变 所以复兴祷告小主是求神特别的同在 永远同在 而且他要带出一个非常奇妙的恩高 就是你生命会改变 会不一样 我很害怕的是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姓竹很久 可是他生命没有改变 中国有一个博士叫李明亮 37岁在家里当坑老祖 他从小就是学霸 他什么都会 他是他们那个省的第一名 他还考上后来考上四川大学的 非常棒的一个博士班 读了几年之后 突然他把所有的书打包回家 从此之后他不再出去外面工作 他就留在家里当坑老祖 这个家为了要供他读书当博士 花尽了所有一切的经济 一直等到这个父亲和母亲的身体不好 已经受不了了 打他骂他 要他出去外面工作 他就是不肯 后来透过諮商师的协助 諮商师说 他的諮商正常 能力很好 没有精神疾病 但他性格优质 弟兄姐妹们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 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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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并做博士 听到你的博士 但是你怕是幽定乎 听讲道的博士 行是幼稚园的等级 你受了再多的门徒训练的课程 你受了再多的培训课程 如果你没有去行 一点用都没有 因此我们的门训清清楚楚的讲 我们门训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 清楚把我们的目的定出来 我们的门训才有可能会成功 我们的门训的传福音 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祷告 跟圣灵的工作 然后我们用上帝的爱去爱人 我们才有可能真实的传福音 很多人说不需要传福音 不可能 做不到 那是因为你没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 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所有的不可能都变成可能 所以我们要特别经历上帝的同在 第一个 我们就必须要渴慕主 渴慕他 等候他 期待他 不断的对他有期待 我们期待有多少 上帝 经历上帝特别的同在就会有多少 不但个人要渴慕上帝的同在 团体的聚集也是如此 我不晓得你没有网购的经验 从网路上买东西来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期待 当你期待他的时候 你来的时候 你拆包装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那是你期待很久的 如果你不期待的时候 那个东西送到的时候 你不会想去领他 当神把圣灵恩膏要游寄给你的时候 你期待他 你期待打开他 你喜欢跟他在一起 一或是你觉得有也好 没有也好 可慕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 第二个 要祈求主 我们要求主要帮助我们 我们要能够战胜撒旦魔鬼的攻击 我们要能够战胜所有让我们远离神的这样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祈求 他说主你求你来帮助我 我这时候能够更深的亲近你 跟随你与你同在 更多的经历到你 同在的这样子的美好 我们需要做这样的祈求 第三个我们就是必须要分享主 你必须要开始要 信主的人必有这样子的新的见证 在他的生命当中 我们必须要开始分享上帝的恩高 分享上帝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奇妙 伟大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幕会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常常会遇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相信有很多牧师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形 就是门打开有人来 讲了很可怜的故事说 哎呀牧师啊 我从嘉义来 我三天没有吃饭 我家里有一个这个生病的爸爸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钱 我吃个饭 然后我回到嘉义可以去探望我的 探望我的父亲 在正常的时候 我们都会抛钱出来给他们 但是后来发现无穷无尽 故事略有不同 但是这个人啊会一个一个若育不绝的来 后来当有人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哇 这个人他的要的是什么 他究竟是要上帝的 要牧师的钱还是要上帝的帮助 后来圣灵就特别提醒我说 你给他钱 因为你给他钱没有用啊 你不晓得他会去烟买酒买冰朗啊 他已经这样子骗习惯了嘛 所以我说你要冰当你要吃饭我买冰当给你 你要车钱我去帮你买车票 你要做什么我去帮你做 通常他们都会拒绝我 因为他们要的是钱 圣灵就帮助我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 能够分辨说 这一个人到底 他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有很多牧者都有这样的经验 打开门看到人就知道说 他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圣灵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开始去渴慕他 我们必须祈求他 我们开始分享他 圣灵帮助我们经历那奇妙的大能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在RPC祷告小组当中 我们经历神奇妙的大能 你呼求圣灵圣灵充满你的时候 你就能够再一次经历那超自然的恩高跟神奇 我们一起来信息默想 第一 你是否有经历过上帝特别的同在 以致生命改变的见证 请找到你的小组员一起分享这个过程 第二个 本篇信息提到有助经历上帝特别的同在三件事情 这对你祷告的态度有什么提醒 你有渴慕神吗 你有祈求神吗 你有分享神吗 我们一起来读导读的经文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圈地和撒玛尼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乐意与我们同在 并把丰富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我们需要你把新的可目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期待你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工作 显明你的能力与作为 使我们能胜过仇敌的一切工作 谎言的蒙蔽与肉体的拦阻 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名 并你的爱充满 常常把感谢与颂赞献给你 并留意关心周围人的需要 常有分享与行善捐输的行动 见证你的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愿主赐福给大家 阿们